因为博士认为呢 其实作息跟立腺体之间的关系 是很少人提及的 但是睡眠品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首先想要请教博士的是 为什么我们人要睡觉 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 思考了一辈子都没有答案啊 但是从立腺体的角度 我们居然找到真正的答案 很多人说哎呀 睡眠是为了要怎么样 这个让你白天的很多事情 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做梦去整理它 然后变成你的深层记忆等等等 但是我们生物学上发现 有一些生物它没有中枢神经系统 它也在睡眠 有些人说睡眠是为了要修复啊 身体啊什么受损的一些 我告诉你那有一些生物是不睡觉的 甚至我们地球上的原始的生物 我们叫做原核生物 在几十亿年前啊 考古学家发现那些生物是不睡觉的 甚至现在还残留的某一些细菌啊 或者是微生物它们也是不睡觉的 所以睡觉不是必须的 但是为什么人物人动物甚至连植物都要睡觉 这个讲起来就是在二十亿年前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有一种细菌啊跑到原核生物啊跑到那个增核生物里面去了 然后呢变成了立腺体再讲一遍 立腺体的前身其实是细菌啊不管你用这个演化论来来讲或者从创造论来讲的话呢这个都是非常合理的啊那细菌跑到生物的细胞里面去做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古老的地球上面啊所有的生物都行为了 但是细菌跑到细胞里面变成立腺体以后呢把这些葡萄糖啊或者脂肪啊透过ATP的这个氧化磷酸化的这个反应啊居然它可以产生高达32个这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ATP也就是说这个细菌跑到细胞里面变成立腺体以后呢 会让这个古时候的这种生物的细胞它的产能大大的提高嗯从两个ATP变成34个ATP高达17倍嗯那这个是很棒这个对生物的所谓的演化啊或者是繁衍是非常重要的嗯但是会付出个代价嗯什么代价它的产能太旺盛了哦会自我伤害哦就好像你那个你的车子啊你马力给它开最大你给它飙车的话其实会伤引擎的嗯你慢慢开比较不伤 这样引擎嗯一样道理当我们的细胞啊大量的在燃烧葡萄糖这个白天啊哇打仗啊打猎啊啊或者是很忙碌的工作啊看起来我们的身体的能量是很多没有错但是自我的伤害也很多嗯所以很巧妙的是呢立腺体它就会让我们在这个大量的白天的活动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啊东西包括一个叫腺肝酸对 那我们就会想睡觉啊我们人是由神经系统跟这个内分辨系统来控制我们的就是立腺体会掌控这一切嗯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累哦好想睡觉 然后你就去睡觉那这个时候立腺体就终于可以休息了嗯你睡觉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能量的需求而且我们在睡眠当中我们立腺体里面的抗氧化剂包括退黑激素嗯包括骨髋干态它就出来修复了嗯或综合自由基等到你早上起床哇精神百倍又是一尾活龙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睡眠有多重要嗯你就可以再开始一天忙碌的生活嗯所以人为什么会睡觉 我们从立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要把我们白天所产生的自由基啊或者很多的代谢物把它处理掉嗯让你恢复到一个啊就是一个baseline就是恢复到一个健康的一个基准线嗯博士是不是很多的抗老疗法他们首推都是要改善睡眠对嗯美国有个人叫做Brian Johnson他是个很有钱的人啊他把那个Velmo卖掉以后赚个800个million还是多少钱啊他每一年要花 200万美金请了30几个医生帮他抗老嗯然后他这么花钱对不对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哎那Brian你这么多的疗法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效最重要他居然回答是什么睡眠是不花一毛钱的疗法嗯那这个跟我20年前开始提倡的睡眠皇帝大的道理是不谋而合的嗯因为我发现你再吃保养品啊再吃补品啊你在运动如果你的睡眠不够尤其是熟睡不够的话 那个什么都别谈嗯啊因为熟睡对于立腺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或者是说日月的规律对立腺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嗯如果睡眠被剥夺的话哦是不是会损伤大脑甚至是造成猝死对啊你知道我们人可以几天不睡觉吗以前我记得台中曾经办过一个他们比赛的时候看谁可以几天不睡觉结果这个活动还没有办啊就被台中市政府热令了取消哦因为什么你这样会死掉的啊 嗯就是我们一个人啊大概两三天不睡觉你开始就会精神错乱嗯就跟发疯一样嗯那大概一个礼拜不睡觉我们很有可能会暴毙嗯会突然间会死掉嗯其实不用一个礼拜你光是三四天四五天的时候你整个人已经受不了了你就跟精神病人一样了嗯哦其实不用到那么久大概像我以前大概青大概青春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常常大学的时候常常熬夜我就发现如果我半夜 连三四点如果还不睡觉的话会脑子会怪怪的嗯甚至会有一些声音啊或者是甚至影像啊当然我不是精神疾病但是我是说如果我在睡眠剥夺的情况尤其那种准备期末考啦那种情况的话嗯或者平常熬夜会有这个现象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是很需要啊睡眠我们一旦睡眠缺乏的时候大脑里面立腺体开始就失痕失痕以后就会有类似像精神疾病的一些症状跑出来嗯 正常的都会有有些人比较容易有些人比较不容易但那有些人不用到熬夜啦他就精神病发作也是有嗯OK好哦不是我想问的是哦在睡眠的时候新陈代谢是比较低的所以也可以来帮助修复立腺体吗对啊嗯我们大概睡觉的时候的体温是白天的时候大概低一度左右哦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差过像我常常台湾美国两边跑那边飞啊我就发现飞到新的一个时区以后呢 那个白天应该是精神旺盛的哈但是我就想睡觉而且体温比较低到了三晋半夜哈那是美国的白天所以三晋半夜我都发现我全身就发热啊所以呢我们身体的体温会随着日夜的规律而有调整那这个跟立腺体的产能是大有关系的嗯因为因为立腺体他知道你白天要工作嗯甚至要忙碌对他就产能要比较高一点所以他会先预期性的会去 所以立腺体也是有那个日夜的规律的嗯他会提前准备好让你在白天的时候产能就比较高一点嗯然后半夜的时候他就 精神代谢会比较低下哦所以就是立腺体的产能是不是在下午还有傍晚时分是来的最多的对而且我们那时候体温也是比较高哦那凌晨天快亮之前那个体温那时候最低的嗯那为什么博士你觉得说在睡前你可以补充一些维他命C粉然后就可以提高睡觉的修复率这个是我意外的发现啊我的老师没教我的论文也没看过嗯但是我刚刚提到哈我们睡眠的时候其实立腺体会产生啊那些 抗氧化剂嗯来综合自由基嗯也就是说 如果你晚上睡眠的时候你的抗氧化剂多一点的话呢嗯他综合自由基的效率会比较高嗯我就发现我就发现我晚上睡觉以前我补充维他命C的话呢嗯我那个晚上的睡眠时间会比较短哦例如说本来我要睡八个小时我才会恢复但是我如果补充维他命C可能我六个小时身体就恢复了哦反过来我们就发现 临床上有很多白天很疲倦的人嗯其实是抗氧化剂缺乏的人嗯我们给他补充维他命C啊E啊或者骨冠冠体的前驱物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哎他白天就没有那么疲倦啊嗯啊所以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你的热量产生太多立腺体的伤害比较大的时候呢嗯自由基比较多的时候呢啊我们会比较疲倦或腺肝酸反正比较多那是有相关的嗯嗯啊 总而言之就是我我意外的发现其实补充抗氧化剂呢可以缩短睡眠的时间或者叫身体修复的时间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就是这个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吃大餐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是柠檬红茶风味的像这种夹链包设计啊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其实是很天然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另外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与面 折扣